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757章我是谁 其他的呢 女孩试探性的问道 不知道 叶浩轩摇摇头 他没来由的感到一阵烦闷 或许是因为昏迷太久了 所以他很烦躁 烦得想杀人 没关系 不知道的话可以慢慢想 女孩连忙安慰道 我叫许若梦 这是我家 谢谢你 叶浩轩点点头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美国最西边处一个角落地方 这个地方是华人聚集区 基本上全部是华夏 你懂英语不 许若梦问 不懂 叶浩轩摇摇头 那也没事 在我们这里 基本上都是华人 这个地方就是华人的一个小城市 当然 规矩还是美国的 在外面 你就可以像家一样 对了 你家是哪里的 许若梦问道 不知道 叶浩轩摇摇头 他很茫然 没关系 慢慢来 你现在没事了吧 许若梦问 没事 感觉好多了 叶浩轩走了下来 他刚一下来 这才尴尬的发现 自己光这膀子 这在一个女孩面前 是十分不合适的 呃 你的衣服 全毁了 许若梦的脸色通红 叶浩轩那坚毅的表情 以及极具比例的身材 让他的心跳 几乎都加速了 这是我爸的旧衣服 你先将就这穿桌吧 许若梦取出了一件衣服道 谢谢你 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穿好了衣服 说也奇怪 这件衣服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他穿上很合适 这里有中药的味道 叶浩轩穿好了衣服以后 这才感觉到空气里 有着一股淡淡的药味 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家是这里唐人街 最大的一家中医馆 不过这里离前院远着呢 你怎么知道有中药 许若梦诧异的问 闻到的 叶浩轩笑了笑 真的 不会吧 你的鼻子有这么灵吗 许若梦明显一脸的不相信 他认为叶浩轩是在跟他开玩笑 真的 我是闻到了 叶浩轩重复了一遍 好吧 许若梦摇摇头道 如果你感觉好点了 就出去走走吧 我向你介绍一下这里 另外 你真的想不起来你的家人 或者说 你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了吗 一点印象都没有 叶浩轩沉默了片刻 他是这回意义起以前的东西 但是只要他一想 就感觉到脑袋像是爆炸了一般 尝试了数次 他只得无功而返 好吧 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 就不要再勉强了 许若梦道 你可以在这里留下 慢慢的恢复 谢谢 叶浩轩感激的说 我会尽快的恢复的 不用客气 这个地方是唐人街 是美国最大的华人聚集地 大家都是华夏人 有难处 肯定是要互相帮助的 走吧 跟我出去走走 许若梦道 好 叶浩轩点点头 和许若梦一起走了出去 走出门以后 他才发现 许若梦的家很大 至少院子很大 似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 院子里面的建筑 显得有些古香古色 这里是仿青建筑的 看院子里的建筑 似乎是有些年头了 我家的中医是祖传的 我们迁到这里已经很久了 我爷爷被救来了 许若梦笑道 这是附近最大的中医馆了 我家是带中医 前年我爷爷去世以后 我爸就接了他的位子 哦 对了 我们的医馆叫做一诊堂 一诊堂 名字很有意境 叶浩轩品位这这几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中医 他有种很特殊的感情 是啊 一诊堂的牌子 在唐人街这里很响的 许若梦笑道 你为什么能闻得到药箱 要知道 我们的药堂和住宿的地方是分开的啊 不知道 我就是闻得到 而且我觉得 对这东西还有些敏感 叶浩轩想了想 终究还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能闻到药箱 不过 他现在一用脑过度 就感觉到头疼 所以就索性不去想了 师姐好 途中遇到了两个身桌白色 练功夫的人 他们向许若梦打招呼 我爸有几个徒弟 因为他说中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不能断 好在这里还有人愿意学中医 许若梦道 中医 叶浩轩的神色有些复杂 他觉得提起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现在的中医 不比以前了 许若梦叹道 前段时间 听说医生要来美国 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没事 可惜了 医生是谁 叶浩轩感觉到心中一跳 他听着这个名字很熟悉 哦 一位很出色的中医 我只知道他的绰号叫医生 但不知道他叫什么 许若梦道 听老家的人说 他在华夏很想 用中医治好了很多顽疾 说是要来美国推行中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 如果他来了就好了 中医如果能在美国发展起来 那该多好 我们老祖宗的医术 还是相当不错的 医生 叶浩轩难难地重复 这这几个字 他又感觉到一阵头疼 他皱了皱眉头 干脆不去想了 带着叶浩轩走过弯弯曲曲的回廊 总算是来到了一诊堂的正门 只见这是一个极大的药铺 在这里面 不管是医师 还是抓药的伙计 都是清一色穿桌白色的练功夫 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是保持着很好的中医传统 这在国外 是不常见的 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坐在诊堂前 他就是许若梦的父亲许哲 他在给一名病人交代这什么 这个地方是美国某市最大的一个唐人街 这个地方几乎全是华人 就算是走到路上 交谈也是用华夏语 这个地方简直就和华夏的国内是一样的 爸 他醒了 许若梦带着叶浩轩走了上来 醒了 许哲看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向前指了指 示意叶浩轩坐下 伸出手 让我看看你的病情 叶浩轩一眼坐下 然后伸出了手腕 许哲伸出手 在叶浩轩的手腕上搭了片刻 五 恢复得不错 许哲的医术还算不错 他收回手道 只是你的气海伤的比较严重 看得出来 你以前是会内加功夫的 而且实力还算不错 不过气海被毁 以后你的内加功夫 恐怕难以恢复了 是你救了我 叶浩轩看这许哲问 偶尔在海边发现你的 那天 海上风浪很大 你受的伤也很重 而且身上大面积的烧伤 不过奇怪的是 随着时间推移 你身上的伤好得很快 许哲道 我都要把你列为奇迹了 那种大面积的烧伤 就算是用我祖传的烫伤灵药 也恢复不了 不过 你现在身上一点疤痕也没有 这就奇怪了 或许是我的体质好吧 大恩不言谢 叶浩轩向这许哲拱拱手 你是哪里人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许哲问道 不清楚 叶浩轩眉头皱了皱 他现在一点也不想用脑 因为一旦用脑的话 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脑袋 有种撕裂一般的疼痛 这 许哲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 许若梦 爸 他失忆了 许若梦道 他只知道自己叫叶浩轩 其他的事情 一概想不起来了 竟然会这样 许哲再次伸出手 搭在了叶浩轩的手腕上 这一次 他搭的时间比较长了一点 他的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 等他收回手以后 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低头沉思了两久 他才摇摇头道 你的灵觉应该受了伤 中医对于精神失忆方面 不是太擅长 我建议 你去大医院看看西医吧 他们比较擅长这个一点 回头我带他去 许若梦道 不过爸 眼下 他可能要留在这里了 这个没事 都是华夏人 许哲微微一笑道 如果你不急的话 可以在这里留下来 慢慢地恢复 华夏人之间 是要相互帮助的 谢谢 我会尽快弄清楚 我是谁的 叶浩轩一点头道 行 如果没事 你去休息吧 这个时候 又有病人来了 许哲要为病人看病了 我睡了两个月了 所以 现在不想再睡了 叶浩轩摇摇头 或许我可以帮你们做点什么 呵呵 我们这里是中医诊堂 你不懂医 恐怕你做不了什么吧 许哲笑道 我可以帮你们抓药 叶浩轩看这药贵后忙碌的伙计道 我觉得 我对中药很熟悉 是吗 许哲哑然的看着叶浩轩道 那倒可以试试 我本来就想这在这里 多招几个火机呢 师父 是要加人了 最近转计 生病的人多 我抓药都抓不过来了 许哲一开口 马上有个弟子 在那里 诉苦了起来 梁峰 就你累 别人都不累 许若梦白了那说话的小伙计一眼 师姐 我真的挺不住了 那谁 你叫叶浩轩是吧 来这里 我带你 抓药很好学的 那名梁峰生怕叶浩轩这个免费的苦力跑了 连忙招呼道 我带你